你们干什么啊 将邯郸十一有百贷以上的使人全部扎草 豪门还有富商选到前阵先阳 令江太后久居方圆屋里之人全部更杀 公元前228年王景攻破赵国邯郸 秦始皇打通了统一大业的罪能官奖 他当上决定亲自去邯郸市朝 这个曾经他受过无数耻辱的地方终于被征服 此王座不负存烟 赵王谦被一路到底成平民 连宗庙也下令迁到咸阳 赵国大臣哭着喊着不让走 可惜这片土地已经不是赵王说了算的了 可惜赵人还有投铁的经常搞些恐怖袭击 王谦提出要严厉镇压 没个一两年搞不定 管人从未计划他们能够恢复大秦 传管人赵明 削夺世人封印 已想说明 任务直接下给大秦第一战神郭开 按照他的尿性 贪污一波少不了 赵国一帮贵族死活不同意 郭开直接一顿鞭子伺候 统计结果报给屎皇 他却看都不看 此时赵国唯一逃跑的公子家 已经在代帝称王 不少人都在密谋投靠 为了一网打尽 屎皇故意放出消息 三天后去祭奠启蒙老师身孕 果然当晚 赵国世人就定下了刺杀计划 郭开还处在报复的白日梦中 结果下一秒 杀 你们干什么啊 龙台宫乱成一片 秦始皇顺势让王俭带兵去平乱 眼看着身边的护卫只剩几十人 现场召人当即报喜 一顿乱卡乱杀后 很快接近目标 史皇淡定的大手一挥 无数飞剑破目袭来 没想到吧 哥早就布好后手了 一轮监狱过后 只剩最后一位老哥站着 三根长毛瞬间将其扎穿 凭着最后一口气 他奋力扔出长剑 可惜关键时刻 一切尘埃落定后 秦始皇来到了赵姬的老家 然而看到的却是一片狼藉 还在其中找到一块 谁有赵人败烈的木板 他当场大怒 史皇当即下令 十一六百战以上的世人 全部斩首 豪门和富商迁到先阳 随即又下了坑杀令 大秦第一战神郭开 也迎来了最终的审判 贪污土地的证据被摆了出来 史皇直接用秦法下令坑杀 战神吓得当场昏死过去 秦始皇赶回咸阳后 却得知太后病危 母子之间的恩恩怨怨 随着他的归息化作历史尘埃 秦国的最后一位太后 正式下线 对于国家而言 赵姬并不是个合格的太后 他骨子里带着 纯纯的恋爱脑基因 对秦国最大的贡献 就是生下了千古一帝 嬴政 秦王派将军驻守易水 意在何为啊 国王命奖 田列易水 鱼眼无干 滚 秦始皇灭赵后 立马下令王俭 带二十万大军 兵临溢水 燕王吓得直哆嗦 直接派出太傅来大探须时 表示燕赵有侍首 特地来感谢老王攻破邯郸 王俭根本不吃这一套 你阿虎有谁呢 之前我和李牧在匪地干章 你家太子就勾结匈奴 给李牧运输铜铁物资 这哪像侍首的模样 老王 你误会了 将军顾灭赵国之时 燕人袖手旁观 两不相助 卧槽 你也得赶帮啊 我一眼就看出了 你是试探来的 居无所幸也不装了 这位王俭 沉冰溢水到底想干嘛 得到的结果却是四个字 干你毛事 滚 就是这么嚣张 你若就得乖乖狗着 回去等灭就行 燕国朝堂上 有人对此根本不屑一顾 区区二十万米灭烟 简直痴心妄想啊 当初连破李牧虽然狂躁咱们 但也没说敢彻底消灭 唯独太子丹站出来反对 表示赵国当初 要不是由秦国彻轴 燕国说不定早就没了 经韩赵接网 未往称臣于秦 楚国内乱 不能踏过 秦国首属两端 妄图左右否认 秦国公为燕国 一无故起 国际形势糟糕到了极点 偏偏还有看不清现实的人 认为秦国肯定会先灭威 毕竟秦燕之间距离更远 只要咱们继续苟着 还能多活两年 你是在动我吗 先死后死有啥区别 你再说什么虎狼之词 秦国是发展了上百年 才有了现在强悍的实力 燕国拿啥去比 赵国被灭 那是他们自己找死 你赵军之强悍 尚被秦所灭 燕国的战力 虚余之间 能胜于连颇李牧 曾经统帅的赵军吗 燕国如今的朝堂上 充斥着躺平的气氛 纷纷建议应该把祸水引向魏国 而不是硬刚秦国找死 他子弹快气死了 燕王喜一脸平静祥和 表示只要秦军不过一水 那咱就好好的苟着 此时秦始皇确实在纠结 魏燕的灭国顺序 虽然不久前 魏国派出使臣入侵 自请撤去王后 甘为陈属 始皇嘴上答应 可为了日后灭楚石 免遭被刺 他还是决心一劳永逸 直接灭了德勒 这并不是启人忧天 因为头一个被灭过的韩 就出现了反叛 秦国由此陷入了巨大危机中 刚经历正殿的楚国 直接派出大将向燕 率量二十万大军功勤 我大军直击韩国 秦军若阻挡我军 则韩国复利 秦军平叛新政 则韩国必施 于雄长 秦王必措失其 秦始皇并不急地召回王简 他判断新楚王复出 刚篡位自立 根基肯定不闻 于是下令让同为楚考猎王之子的 昌平军弥齐赶去成营 昌平军乃是弥姓征兽 登高一呼 众望所归 楚国若是根基动摇了 副楚必会召向燕回处 始皇的计策很快奏效 告示一出 楚国贵族很快私下找到迷奇 眼瞅着王位要坐不稳了 楚王当即下令向燕回国 结果却遭到拒绝 此乃秦王若处之计 楚军回事 中原竟为秦国所吞 我大楚征雄天下的 良迹将不复存在 征雄天下和大王的王位 究竟哪个重要 向燕无奈 只好撤军回国 秦国梅的处军的威胁 很快就平定了新政叛安 继续把精力投向了灭国大阵 接下来 秦始皇还会遇到什么阻碍 喜欢的朋友 欢迎一见三连 我们下一期故事再来分享